10日17时许,武汉市建设大道与黄孝河路交汇处路面发生沉县,面积百余平方米。 据武汉市政府应急办11日通报,沉降为地铁施工险情所致。 目前,武汉市政府已采取紧急措施,对事故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。 武汉市政府应急办通报称,10日17时许,轨道交通3号线汇集二路至香港路站区间在施工过程中发生涌水涌沙险情,引发建设大道与黄孝河路交汇处路面沉降,面积百余平方米,无人员伤亡。 塌陷点周围已布置50个监测点按一小时一次频率进行监测。 截至11日20时,线坑仍在继续沉降,周边10米外地面,建筑沉降数据正常。 目前,当地交管部门已制定疏导方案实行临时应急交通管制。 公交部门已调整22条线路停靠站点。